最开始是因为我去游过了华山和横山 就想把线下的三座山都看一遍 然后我就说那还不如就一口气再爬一次五月 所以说我就去做规划做计划 就有了这个计划表 做功率之后发现时间虽然比较紧凑 但是还是可以走 然后我就出发了 会有点累 反正上车睡觉下车爬山 就感觉跑了一个马拉松一样 做一件事情之前 你肯定要客观评估一下自己的能力 觉得应该是在我能承受的范围内 然后所以说我就去爬了这个山 这个我倒没想过 我只是觉得我能做这个事情 然后我就去做了 这个计划最难的不是爬山 是强票 我们下期再见